好 大家好 我是杨杰 今天是9月6号的 早上这时候是6点40分 大家看一下温度还是29.5度 大家一直让我拍一些就是冷度下的多了 但是我感觉古州夏天还没有过 要到国境节之后 那我今天还是给大家拍一下 我现在楼顶还有哪些多肉存活着 大家看一下这第一盆就是那个马库斯 马库斯有点就是半路养的 大家还是能够看到天气还是 所以说他没有复苏的那种生机 第二盆就是蒂芽 那个蒂芽 蒂芽我就不说了啊 后面的都是荷拉 荷拉我家里有大小 总共有八盆 前面的五盆比较大 后面的是小盆的 大盆的就这一盆自己 小苗带大的变成手盆花的 这个也是蒸装的好像 其他的这三盆大的是 又扛一小刀 不是很明显啊 好了今天早上啊 非常的闷了 不懂什么原因 从昨天晚上就开始闷了 还有这个就是高茶 但是断枝大家知道 我那一盆大高茶 断枝插在这里 也可以说是半路养的啊 半路养的这个头还有一点 没有没有没有 这就高茶 还有就是最美人 最美人最后啊 今年也可以说是半路养的 大概还有一小片这个晒干了 其他的还可以啊 就是一降温它就会很漂亮 可惜都不降温啊 这两盆是自己夜叉的就是马库斯 说白了啊 那湖州确实太热了 年纪一点都没夸张啊 大家没到湖州真的不知道 这个秋那湖 秋那湖完全就是夏天 湖州的夏天 就等于比其他省份多一个 多一个月多 现在最高温度还是 35度 36 37这样 还有这株就是 糖硬 糖硬 糖硬井啊 这个是鹿角海棠 大家看鹿角海棠 一直给它浇水 它就有点涂涨 一控水 它就有点干 嗯 就像它这样吧 这个是阿伦培 去年断枝的阿伦培 今天插在这里 有的就是这样晒干 大家看 这就说明太热了 太热了啊 有的人说跟土 我可能克力土 夏天可能会热一点 但是如果不愿克力土湖州 啊 春天秋天冬天是过不了的 这一关是非常难 嗯 嗯 这个是 蓝苹果啊 老庄的 有干掉一两个枝 还满满糊 蓝苹果也可以 就是说 它会 干掉比较多 嗯 这边还有一个的 你看旁边 这株绿绿的 就是葱 葱 葱也比较皮实啊 葱 还有这几盆就是黄金万联草 嗯 有点繁住了 变绿了啊 就不好了啊 要金黄色的 不懂到秋天能不能变回来啊 连黄金万联草都变绿了 那刚来是这一小排的啊 看一下剩下的一些多肉 那现在从这里看过去吧 这个就是很神奇啊 我也不懂多了啊 非常神奇 角质皮也长妙 它倒是长得不错 这个是双头的 嗯 这单头的 其他都是双头 大家看都长得很好 很很奇怪的啊 还这个还是三头的 三头的比较小 嗯 但是有个换在一个小盆里面 也在哈 还一直等秋天 还会给大家换棚 如果这样去换 很容易 把它挂掉了啊 这个换在那个营养土 我觉得要用颗粒土 大家看一下 营养土就长得这样子 颗粒土长这样子 这可以比较的看一下 所以大家一直说 问我土有问题 可能有一些品种 土有问题 但是我觉得在湖州 百分九十左右的 多肉都要用颗粒土 没有颗粒土真的 长不好的啊 这三盆都是那个 鲁梦令 剩下的大家一直叫我 给它拍一下哈 鲁梦令真的比较好 小牙 那个是子罗兰女王 这一株是景换星 景换星 这一株我也不懂 我自己小苗带大的 本来是小盆种的 后来又我给它一盆了 这个好像鸡红花月啊 你看这个就是璀璨 也叫那个有七桶 璀璨 璀璨这里三盆 都还可以啊 嗯 这个小猪的我也不懂是什么 小盆的好像这个是 什么这个是冬有系的 嗯 那这时候只能到秋天 它就状态的时候 有的时候才会记起来 它是什么品种 下面都是枯叶 玫瑰 这时候也不想拔 因为很热 这时候它的杆呢 还有它的叶子都比较脆弱 嗯 你看 红宝石啊 这里又干了一个头 鲁梦粥经常这样子 很热干了 那三盆也还都在 四盆那边还有一盆 红宝石也还可以 一定要用颗粒土 我觉得 其实它会挂掉的 也没没法子 这个应该是冬有系的啊 冬有系的 冬有系的 种在小盆里面 鹿养的你看 土头也又干掉一两个 这个就是那个杜里瓦 哇 这个还有这个暗网 非常漂亮啊 特别到秋天 它就变得包子果冻色的 那今天团里面 嗯 这个是白纸风车 扭下的 这个就是冰妹 旁边是冰妹啊 有的人说冰妹在我做不了 不能度下 那我今年是大盆的 扭着 小盆的都干掉了 奇怪了 就是天气太热了哈 你看小盆这盆盆很漂亮很漂亮 到秋天的时候 它就变得包子果冻色的 那今天挂掉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 多的是小盆 他能够活下 有的就大盆 年份不一样 就是天气 干燥的天气不一样 这旁边就是草莓冰 这株也是冰妹 嗯 哎呀 红宝石 我给大家看的啊 是吧 这个就香槟 大家 酒红香槟 两盆 还有这个Q橙 也活着 这应该钩火啊 钩火 嗯 这个就是所罗蒙 我小盆的所罗蒙 应该在秋天会很漂亮 经历夏天的那种力量 是吧 这个是老牌的一种 这还留着 我自己买的都没活了 都没度下 这叫啥好像啊 这个也是紫罗兰女王 这个就是 又关女神 又关女神 你看 也还可以 这个蒂雅 你看 蒂雅自己夜叉的 那盆老砖了 就晒的比较厉害 还有就是安斯洛 安斯洛 又挂掉啊 虽然我还有好几棚 都是小棚 那可能秋天我也会给他一棚啊 这些太小的棚 你看这个就是奶油 奶油环桃 好像啊 这个也是 白韵 小猪的白韵 这个是蜜桃格林啊 去年都好啊 还有一个小叶 不懂会不会复苏啊 这一株就是那个月亮石杂 月亮石杂 还马马虎虎的啊 你看 这一株也是老庄的 应该是香格里的啊 也有一些干掉了啊 也有一些干掉 你看看介绍到这里啊 时间就很多了啊 明天再来 介绍啊 下一集 这个是阿美心也不错啊 阿美心 都是自己小苗带大的 阿美心 这一株也是紫罗兰铝 啊 这个是七落最后啊 你看 天气不降哦 别人都长得很好 绿 都长得很精神 我还是这样 有天气啊 这一株 大家看一下 这个柠檬玫瑰啊 因为土栈 大家看土栈会挂掉啊 它的这些杆会干 它这些杆啊 大家看一下会干掉 它组织还可以啊 太热了啊 再不热 再不那个 真的 还会继续挂掉啊 所以说我只是给大家看看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手边还有哪一些 多肉品种 嗯 它可能这个也是太热了 然后太热了 挂在盆边 就被这个盆子热掉了啊 因为它比较多 挂掉一天也没事 我都先换在这里 今天就介绍在这里吧 明天再继续啊 就是说养基 现在手边还有哪些多肉品种 大家一直说比较杂 比较杂 其实养多肉就是这样 除非你是一个品种 啊 就是淡血 指了一个品种换过去很漂亮 所以说不要要求太高 我觉得没有动过多肉的人 才会要求说 要工整 百列的工整 因为你品种多 有大小朋友混杂的 但是到秋天他出状态 他就看过去都很漂亮 就不感觉杂乱了 就是这一次了 啊 好今天的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 关注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 拜拜